哈喽,大家好,我是姜摩莉 大家平时在购买食盐并不是越贵越好 请您看清楚盐带上这三行字 弄懂之后再买,少吃亏 盐是我们这一生唯一不可缺少的一种调味品 而市面上的盐又是各式各样 使人看得眼花缭乱 那我们该如何挑选食盐呢? 是越贵越好还是挑选对的 今天就教给大家挑选食用盐的三个小方法 第一,我们看盐外包装上面的质量等级 按照我国食盐标准划分 盐分为优级,一级和二级 它的不同级别代表着它的品质也不同 优级是代表食盐里面最好的一级 它的杂质含量相对比较少 大小的颗粒也比较均匀 一级和二级杂质相对多一些 它的颗粒分布的也不均匀 第二,看盐包装袋上的生产执行标准号 凡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食用盐 它的包装袋上都会有生产执行号 食盐包装袋上印有JB2721 QDYJ0037S 那么这些执行号都是一些什么意思呢? JB2721 这个就是指食盐的卫生标准 QDYJ0037S 它指的是产品标准 0037S是2721的升级版 只要盐包装袋上带有这两个标准的都是合格的 第三,我们看盐包装袋上的配料表 一般使用盐的配料表里面有精致盐 点酸钾,预防钾抗 柠檬酸铁胺 一种营养补充剂 今天重点讲一下亚铁氢化钾 提到亚铁氢化钾 很多人对它都非常的抵触 认为吃了它对我们身体不好 那我们食盐里面为什么要加亚铁氢化钾呢?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以前我们的食盐时间稍微放得久一些 它就会结块,会凝固 而现在的盐很少出现结块凝固的现象 这就是因为里面加了亚铁氢化钾 其实亚铁氢化钾是一种抗凝剂 而它的终身安全剂量是每公斤体重0.025毫克 成年人每天至少要摄入1.5毫克的亚铁氢化钾 才会引起负面影响 而按食盐中亚铁氢化钾的含量计算 相当于一个人每天要吃掉150克左右的食盐 也就相当于一个人一天要吃掉三分之一包食盐 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害 我想没有哪个人一天会食用那么多的盐 而我们正常人每天食用食盐的摄入量是20克左右 所以正规盐厂按国家标准添加了亚铁氢化钾 是安全的 大家无需对于亚铁氢化钾过于恐慌 因为食盐国家是允许加入亚铁氢化钾的 当然如果你的所在地销售的盐中不含有亚铁氢化钾的 那当然是最好的 大家买盐时也可以尽量不挑选亚铁氢化钾的食盐 可能还有很多人还搞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强制在食盐中加点 那是因为我们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中 点的含量比较低 而人缺点会引发一些疾病 比如说在30年前 我们国家就出现了很多大脖子病 所以国家强制性在食盐里面加点 经过30几年来 现在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大脖子病了 当然如果你身处沿海 或者是身处自然环境中 含点量较高的地区 也可以选择不含点的食盐 其实对于食盐 大家也不必过分地去选择最贵的 只要认准以上三个标准来挑选 不管便宜与否 都是正规合格的食用盐 好了今天如何挑食盐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就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的人知道 感谢您的支持 好吃一做的家常菜 就要牡蜂天天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